这个端午廉价您吃了几颗粽子了呢 健康意识抬头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了 吃粽子的当天您的饭量必须要减少 现在还要告诉您健康的进阶版 也就是在沾酱的部分 好比甜辣酱 酱油膏 建议要选择低钠 也就是少盐的部分 也能够搭配一些高钾的蔬果一起吃 因为钾离子有助于排出钠离子 像是地瓜叶 空心菜 当今的嫩笋 绿节瓜 香蕉 奇异果等等 都是吃粽子时的好伴侣 糯米配上香喷喷的配料 全部包进粽叶里头 端午节必吃的粽子 你知道它的由来吗 风土记 它是说这个粽子是用灰汁 要用灰汁去卤 就有一些考察说 这个灰汁可能就是碱汁 碱水 跟现在碱粽不完全一样 但是可能很类似 那反而我们现在吃的那个南部粽 或北部粽就用米包的 它是不是人吃的 在六朝的时候是祭祀用的 随着时代的变化 粽子的种类与配料多元丰富 各种传统与创新口味 让人每个都想品尝 却经常忘记 过量食用可能带来的健康风险 它是属于比较高油 高淀粉跟高钠含量的一种食物 太多的话呢 可能会有油脂摄取过多 或是钠摄取过多 容易浮肿啊 或者是长期吃也可能会体重上升 甚至也会对我们的血压有所影响 想要健康饮食可以搭配当季盛产的四子 粤子 桃子 茄子和豆子 不但有着健康长寿丰收和坚韧不拔等寓意 适量摄取能有效平衡身体所需营养 粤子的话呢 它有丰富的维生素C 可以帮助铁质吸收 可以抗氧化 那桃子的话呢 因为它是甲含量比较丰富的一种水果 可以稳定我们的血压 帮助血管放松 那像茄子它是紫色的 可能会有一些花青素 那豆子的话呢 可以增加膳食纤维 端午节吃粽子搭配健康四子 享受美食的同时 无需过度担忧身体的健康 也感受到祝福的滋味 带新闻 古雅琴 李明华 李建宽 台北报导